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勇斗狠的大天二和天真烂漫的小街吧 提起这些名字不由的一阵悸动 如今的你们还好吗 选择正义剑饰演陈浩南珍呢 算是影片的神来之笔 那时的他意气风发又兼具十足的草根气 活脱脱就是漫画里那个帮派大哥 但是过人且用情专一 无论你变成个植物人还是白痴 我带他娶你就会娶你 还记得他不自觉地用大拇指 把头发撩到耳背的小动作 用现在的话说简直是帅的吊渣 浩南哥成就了正义剑演艺生涯的巅峰 甚至在往后的时间里 都没有一个角色可以再超越 而他的感情生活 却远比事业来的有声有色 从TAB当家花旦少美琪 再到育女掌门梁永琪 两个GG两段轰轰烈烈 却无疾而终的爱情 如今身边的女人 从GG换成了悠悠蒙家慧 并表示2013年要迎娶对方 记忆中那个不羁的浩南哥 也终于要步入平凡的婚姻 在生活中依旧延续着他的不温不火 陈小春天生具有痞子像 他演的黑社会斜斜的 招牌式的山鸡怪笑 让你想起随时可以抽刀子 向你收保护费的滥仔 因此在对黑帮接近写实的蛊惑在中 陈小春无疑把角色刻画得最到位 所以陈小春塑造了山鸡 而山鸡也成就了陈小春 山鸡之后 陈小春在乐坛唱诗恋唱命苦 在影视剧里或幽默或搞怪 却始终摆脱不掉当年山鸡的经典形象 这个痞痞的大叔 在碰到比自己小16岁的硬彩儿之后 发生了改变 收起了锋芒毕露和放荡不羁 两个人爱玩爱闹 过着活饱一样的生活 没有痛苦 没有忧愁 一场温馨的家庭故事 从此拉开帷幕 古惑仔中 谢天华饰演的大天二 他的一生永远跟在他的偶像 陈浩南身后 永远在追赶着他大哥的影子 充当着万年老二的角色 谢天华演出了大天二性格的矛盾与纠结 而被乱刀刺死的悲惨结局 也令人唏嘘不已 话说当年的古惑仔 并没有使谢天华大红大紫 之后也不显不但地拍摄过一些电影和电视剧 一直默默耕耘的他 终于在出演TAB电视剧《雪景狙击》之后 迎来的事业的高峰 还成就了独一无二的拉平格 我乱来我都看得出了 这个位你坐的吗 你憑什么 进行个干沙你又打回来吗 你把我去台湾 吃下老肉饭打篮球而已 坐十个就以为可以上位 坐够二十个可以坐为天华的位 拉平 如今他的出现已经成为了电视剧收视的保证 那时的黎姿因为出众的美貌 被刘伟强相中而出演了三集的古惑仔 加在一群强悍的男人们中间 那副稚气未脱的小太妹形象 被黎姿演绎的活灵活现 从一开始 绘标脏话的太妹 到变得细腻懂事 黎姿都诠释得很好 以至于甚至被人称作花瓶 却从没人质疑过小结巴这个角色 而乱枪下死在心爱之人怀中的场景 至今引领不少隐移心碎落泪 而在生活中有人说她是公主的出身丫鬟的命 早早便开始养家 事业上拼了20年才获得TVB事后 2008年宣布退出娱乐圈 之后嫁给了富商马亭强 从此洗手做汤羹 或许平静安宁的生活 对于在生活中几经起伏的她 才是心底最深的渴望 那些记忆中的人 如今大多收获了圆满的结局 或正在通往幸福的道路上前行 时隔今年 几个中年男人再相聚的时候 已经可以笑看风云 闲话家常 我们给掌声 有请鸿家卫 看到眼前的景景 你是否更加怀念那段岁月 怀念那些轰轰烈烈 拿刀拿枪的日子 怀念那些称兄道弟 心甘抵命的日子 怀念那些铭记与小结巴爱情的日子 他们终会老去 在那段江湖以及江湖里的人 永远不会消散一记 三百位搞笑牛人 带来属于网络的欢乐才 这是优酷为您带来的 我是传奇二 欢乐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